首都梦沙人民祖屋高空非已命案 让祖屋安全漏洞问题浮出台面 大部分居民担心自己哪天走在路上 也会突然被高空抛物砸中 无辜送命 联邦直辖区部长拿督斯里东郭安南 今天在部城出席活动后透露 吉隆坡市政局已经采取行动 在首都每一栋人民祖屋安装安全网 防止高空抛物直坠地面 避免悲剧重演 部长指出全吉隆坡一共有494栋人民祖屋 涉及单位大约有8万户 目前首阶段的安装工程如火如荼进行中 另外当局也会到人民祖屋 向管理层讲解安保措施 确保所有人都遵守安全法规 他强调当局一定会揪出 非已砸死人案件的元凶 确保照获者负上全责 还死者一个公道 比 Romans心所负上权 不算既往 面积